BAC水電公司早前提出申請 修改住宅用戶的收費模式 引入按用電時段收費 以減輕高峰時段的用電負擔 鄭嘉穎的報導 根據BAC水電公司早前提出 可選住宅分時電費申請 將為住宅用戶提供一種選擇 通過將用電轉移到系統容量更可用的時間 來節省電費 在晚上11點到隔天早上7點使用的電力 每小時千瓦將小收費5鮮 而在高峰時期下午4點至晚上9點 每小時千瓦多收費5鮮 BAC水電公司表示 這個是為了消除高峰發電壓力 利用較低成本的時間來生產和傳輸電力 住戶可以將電動汽車充電 或者使用洗碗機或者干衣機時間 轉到非高峰時期來節省電費 舉例來說 如果擁有電動汽車的住戶 加入建議費率選項在夜間為電動車充電 每年平均可節省40至250元 BAC公用事業委員會目前仍然審查 BAC水電公司提交的醫行申請 預計將在明年決定是否批准 在另一方面 BAC水電公司表示 自5月15日起 大溫地區最受歡迎的湖泊之一 Bunson Lake將恢復免費停車預約系統 並表示預約系統將造出改善 以幫助遊客規劃旅行 以減少Nmore及周邊地區的交通劑涌 公眾可致電水電公司網站預約停車時段 新時代電視鄭家榮報道